那雙北的民眾會緊張 也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在昨天一百八十例的 本土病例當中 新北市就佔了七十五例 不過新北市會封城嗎 市長侯友宜就說了 其實中央在第四級 就有指引了 也就是當本土的病例 快速的增加十四天之內 平均確診是來到一百例以上 而且一半都找不到 這個傳染鏈就會封鎖 不過一旦封鎖了 所有的聚會都會取消 也會全面的停班停課 雖然目前雙北的疫情 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也不會實施封城 不過專家也很憂心 如果政策的強度不夠 恐怕疫情會持續惡化 如果我們十四天 不斷的聯繫 有這種狀況出現 那所有的誇線市 不單只有新北市 包括台北市 其他的縣市 該封就要封 什麼時候走到封城這一步 新北市長侯又宜 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意見不相同 在我們這裡 沒有所謂的一個封城 當然會進到一個人的移動的 一個管制 部長說的第四級警戒 包含除採購食物 醫療必要之工作需求外 非必要不得外出 家戶內亦保持社交距離 或佩戴口罩 停止所有聚會活動 全面停班停課四大措施 但專家有不同意見 我們知道指揮中心 就是不想徹底的封城嘛 因為封城對老百姓的 那個生活影響是很大 對經濟的影響是很大 我們現在的封城 看起來跟武漢不一樣嘛 當然不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當然沒有效啊 這不用講的嘛 回顧去年一月 武漢封城長達76天 當時公共交通全部停運 甚至一度對所有住宅小區封閉管理 無特殊情況下居民不得外出 現在臺灣本土疫情大爆發 專家提出建議 就是我們當發現了任何一個病例的時候 馬上要對他周邊的人進行很廣的匡列 很廣的匡列 匡列以後 然後進行多次的災查 你看我們大部分社區活動 都還沒有被限制嘛 對不對 那沒有被限制的結果 只是減少了一些人流 所以估計他的效果不會好的 中央地方展開防疫大作戰 也需要全民共同合作 華視新聞 江春宏 彭冠霖 臺北報導